這個軍中鬼王了 鬼王就忘記了 我碰過 在部隊碰過一聲 人家直燈機就失事了 然後這一怪性就發生在那 失事以後 突然 砰 那玻璃窗這樣 砰 打了一下 然後我們就... 我們就嚇一跳 比如說 是很怪 我土地在聊天 那個吉他的弦斷掉了 弦斷了 我說怎麼弄的啊 沒有彈 就是沒有彈嘛 放在腳邊就斷掉了嘛 坐那個小的那邊 就在我工作室的時候 我怕過這邊 誰啊 沒看到很近嗎 董耀明 你不要亂講喔 沒有啊 董耀明啊 中式啊 出了一個戲 你他媽啊 這邊不要亂講喔 董耀明已經掛了七天了 當兵呢 其實啊 當兵有一個很恐怖的事情 是我個人最怕的 就是部隊裡面呢 常常有一些怪聲音 或者是一些怪事件 那這個當然這個軍中鬼王了 鬼王就忘記了 當然在部隊裡面真的有很多的鬼故事 那可能的原因就是因為軍營在那個地方 可能有的時候都是幾十年了 對不對 老軍營了 那多多少少會有一些 在... 亡魂 臨界的朋友在那邊 那曾經在部隊裡面遇過臨界的朋友的 可不可以為我們講兩句 對話 我碰過... 在部隊碰過一次 那我碰過一個 我覺得最絕就是 我們單位裡面 我們有一個操演叫做空中機動 就是越戰做直升機的這個動作 我們叫做空中機動 那我們有這個兩架直升機 在空中機動的一個表演裡面 在編隊... 在編隊的時候 兩架直升機就失事了 那這些怪事就發生在那私事以後 都發生在私事以後 首先是我休完假回來 我休完假回來 知道這個出事的事情 然後屍體就填在我中正堂裡面這樣 然後我就接到上面那邊聽說 這個七天以後 陸軍總司令要來攻擊 所以我要做一個很大的墓碑 多大也沒有人有概念 怎麼做也沒有人有概念 誰做過墓碑啊 沒人做過 就丟這樣一個公差 那我就跟我徒弟兩個 一直... 一直做那個墓碑 不會做嘛 就弄...弄了很久 全部 到12點整 晚上12點整 我那個... 我那個工作室的旁邊 那個... 有一個很大的玻璃 夏天很熱 有一個很大的木頭玻璃 我們在工作都很安靜喔 嘩...不好意思 突然... 那玻璃窗這樣... 打了一下 然後他就打他 我們就嚇一跳 結果嚇一跳... 我就想說 那窗戶... 你就很自然 過去窗戶那邊看 我走到窗戶 我從那邊過去看的時候 窗戶的那一側 是福利社 福利社的后面 是他们福利社的寝室 我走到那个窗户旁边的时候 我就 你越靠近窗户 就越听到外面有传来那种 电视机转播篮球的声音 你还很清楚听到是 富达人在转播篮球 那个年代 转播篮球 为人求是被这样这样 你越近越清楚 可是呢 你到了这个窗户边 看得到福利社的那个寝室的时候 它又没有任何的闪灯 你知道吗 房间也没有任何的灯 然后我就再走回来 你一走回来 那声音就更大了 你再往前走 你只要很靠近窗户的时候就不见 越靠近越来越远远 可是靠到窗边 声音整个不见 三次以后 我就跟我徒弟讲说 我觉得是很怪 接着我就听到一个脚步声 跑步 皮靴的声 很快从礼堂后面 跑到我楼下 敲门 很快 那我就说谁 李文龙啊 后面放电影 李文龙啊开门啊 我说干嘛 因为你这样一个连串东西下来 你还真紧张 开门啊 干嘛 我说你在干有什么事啊 他说你先开门吗 我到楼下去开门 他看哪个干嘛 你刚刚有没有发生什么事情 我说没有啊 我刚刚很奇怪 我跟我徒弟在聊天 那个吉他的弦断掉了 但他是原住民的 听得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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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 我跟我徒弟在聊天 那个吉他的弦断掉了 但他是原住民的 听得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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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就是喝酒 弹几下唱歌 那我觉得弦断掉很正常 我说弦断掉 那你明天早上去换片的时候 你再去买弦吧 不是啦 六根前断了 我说怎么弄的 没有弹就是没有弹嘛 放在脚边就断掉了嘛 真的假的 那不晓得 应该没事 你就睡觉了 你跟徒弟不要再混了 趕快睡觉 我把他们赶走 赶走后没多久很快就把他做 我就把那个墓碑做完 一个大的 一个小的 小的要在我们旅部做工绩 大的要拿到那个工绩 然后我就抱那个小的 我徒弟就抱那个大的 我们就走到那个征战 那个旅部的政战室的办公室 要把他放在政战室里面 那我就想说 要二字会遇到军官 就把那个大墓碑 就放那个 参谋官的桌上 然后放一个在文康官的桌上 一大一小 放 我跟我徒弟两个走 就回去了 回去以后 我就跟我徒弟弟说 好啦 那不早了 那你就先回脸上吧 明天早上吃完早饭再过来 好 是 走了 走了我就一个人回庭 我就一个人回庭 没有路灯 没有路灯 没有路灯不会怕 接着我就走上二楼 走上我的工作室 门一开 一到工作室 我自己 我整个人都撒掉 我都快疯了 那个小的墓碑 就是我做的那个小的墓碑 就在我工作室的桌上 哈喲 哈喲 是放在那个什么 谁的桌上了吗 文康官 大的我放在参谋官桌上 小的我放在文康官桌上 而且小的是我自己放的 小的是我抱的 所以还是不能乱弄 他这是什么样 就是你不尊重他你开玩笑 然后其实就是陆陆续续 后来当面还有很多日子 陆陆续续你才搜集到很多东西 发现那一天晚上其实有很多事情 就那一天晚上那个死掉的连长 43年的连长叫做正常流 我现在都还记得 正常流 他喜欢听篮球 他常常半夜就是收音机开小小声 他像偷听这样 他死的那一段时间 他们连上的兵 常常发现 连长是怎么 有灯 然后有篮球的声音 然后还有一个新兵 碰到那个 他们死掉的一个士官 就是在直升级失事里面 死掉的那个士官 叫做董耀明 陆军失效的 叫做一个中士 那个勤兵战卫兵站在连上 他听到脚步一声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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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士官走 走到前面 那士官走到他前面的时候 也没有特别 就是 卫兵 走 然后就这样 停下 也就停了一步 看了一下就走 然后就走了以后 走了以后里面 不是有安全士官吗 安全士官 就听到他外面 在跟那个士官进行 他看到士官 班长好 里面安全士官 你们叫谁 没有啊 那个有一个士官经过 谁啊 因为画过他前面 你安关在里面 卫兵在这里 骂过这边 谁啊 没看完经过 有啊 刚走过去啊 谁 什么班长 董耀明 不要乱讲喔 没有啊 董耀明啊 中士啊 出了一个戏 你他妈啊 真的不要乱讲喔 真的啊 董耀明刚从我前面 在中士 我不认识啊 哦 董耀明已经挂了七天了 哇 不是 你来吧